Hello 好 我 OK 線上應該都有聲音吧 好 好 那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我從新竹出門的時候 我就發現大賽車會遲到 所以就是不好意思 跟大家delay一下 然後 今天應該預計會上到四點半 那我們今天會先把Lecture 3講完 那 講完課之後最後的最後一節課 會再由今天的兩組同學報告 那今天是這個11月25 那這邊的課程進度有點delay 因為其實我有加了一些投影片這個學期 所以這個Lecture 3 我們會在今天講完 那12月的這個2號 9號16號我們會講Lecture 4 那如果沒有講完的就留到下學期 在講 可能就是大家如果下課期 還有要修課的話 那助教今天會晚一點來 那所以就是等一下助教才會把這個點名單帶過來 然後那個圖簡摘要 應該助教之後會再講就是 12月的摘要請大家準備一下 就12月9號的小教股解摘要 那一樣就是說12月16號 我們會開放可能可以三到四組的同學 可以先做期末報告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塞那麼多事情 在最後一個禮拜的話 你可以支援12月16號可以報告 那12月16號因為也還有這個課堂報告 所以那一天的時間我們在看怎麼樣 就是說就是原則上課堂報告和期末報告都會發生 那我再看我講課可以講到哪裡 這樣子 可能會有人出現 因為原本我們這個期末報告是排12月23號 那如果你真的12月16號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說期末報告是為期末考 所以就是大家原則上都要參加 那16號萬一你真的有不能參加 因為這個畢竟是突然才講 所以你如果12月16號真的有不可抗拒的因素 只能線上參加或沒辦法上課 請你跟我跟助教講一下 我們在討論跟他針對你個別狀況要怎麼辦 那就請大家就是看你12月16號能不能來上課 那如果你真的不能來的話請提早跟我們講 然後因為我們 因為原本這個行事例上面是只有排12月23號 大家一定要出席期末報告 所以12月16號就如果你是真的有不可抗拒因素 但是如果是真的沒什麼事的話 就原則上就還是來吧 就是可能要有一個 如果你真的12月16號不方便來 或者是只能線上參加 請就準備好一個真的不可抗拒的理由 然後跟我們跟助教討論一下 然後就是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助教等一下來可能應該會再宣布一些細節 那我們就等他來再講 我們就先上課 好 好那我應該已經按錄影了 所以 好 好 那一樣就提醒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對你的課堂報告或這些分數啊 有一些問題的話 都可以問助教就是現在你說 教教的報告被算到幾分這樣子 都可以跟助教check一下 好那我們就繼續上今天的課 然後我們今天要把這個Lecture 3講完 那上個禮拜呢 上個禮拜我們 因為我沒有聲音 所以上禮拜就提早下課 然後上禮拜我們主要講的就是這個Lecture 3的部分 那Lecture 3主要是要教大家說怎麼樣去對這個一個很有名的名詞 叫做這個Radar Range Equation 就是今天你只要碰到雷達這個領域 你一定會需要知道有一個東西叫做測距方程式 就是這個Range Equation 那為什麼Range Equation 其實Range Equation不外乎就是告訴大家怎麼去估這個 從傳到收 這一條鏈路上面這個 用中文來講就是Link 這個Link上面從Transmitter到Receiver 你這個Link的這些budget 這些你要怎麼樣去做一些估計 那這個Link Budget不外乎就是說 你傳的Power多大到接收下來的Power有多大 那你有了接收段的Power 你現在又知道接收段的Noise 你自然就有SNR 所以我們自然都說 其實你在推導這個Range Equation 其實不外乎就是你在雷達系統裡面 你在做這個SNR的估算 那SNR估算的 這個SNR的分子項就是它的Receive Signal Power 那所以上禮拜我們在這些課程的裡面 我們就是從這個第六頁開始 告訴大家說你怎麼從一個傳送端 那假設你今天只有一根天線的傳送端 假設它是四面八方的全向型輻射 那這樣子的話你要怎麼從它Transmit Power 然後你會有一個東西叫做Power Density 就是Transmit Power跟這個你輻射出去的 這個沿著球體表面積的四面八方輻射出去 有一個功率密度函數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這個Power Density把它寫出來 那Power Density跟你的這個輻射出去的這個距離也有關係 所以你越遠的話這個Power Density就會越小 所以這個R就跟你的雷達的這一根天線 輻射出去之後到這個目標物的距離會有關係 那從這邊開始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帶入了這個陣列的概念 因為其實現在的雷達 除非你是那個單天線的那種只要測距測速的雷達 那不然基本上如果說我們現在想要去測方位的話 基本上都會有這個所謂的那個陣列天線的這個概念進來 那當你有陣列天線之後有一個事情就發生了 就是可以對你這個陣列天線大家記得最一開始的課堂上我們有講過說 你可以把每個天線背後它其實有一個東西叫做Face Shifter 就是一個像儀器 那這個Face Shifter就是可以幫助你去調整每根天線要輻射出去的這個電磁波的時間差 藉由調整這個時間差你可以控制說 你要把你的能量集中的往哪一個方向做傳遞 那這個東西就會帶出這個所謂的冰封明的這個字眼 這個波數成形的字眼就跑出來了 所以你有冰封明的代表就是說你能量不會再是四面八方的輻射 你是可以把你的能量聚集在一個你指定的方向去做傳送 所以你今天居然可以聚集你的能量 這代表就是說這個冰封明這個指向性它有一個爭議 那所以就是把這個GT這個概念把它帶進來了 好那你訊號傳出去之後會撞到目標物嗎 這個是跟通訊系統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通訊系統就是你傳然後怎麼樣到接收 接收你只要成功可靠性的接收OK那這樣就算OK 但是雷達不一樣就是說它的傳送是會有一個去跟回來 那去就是會撞到目標物然後目標會反射回來 所以在這個Radar Range Equation 的這個假設裡面 它會假設說你這個電磁波撞到目標物之後 這個目標物也會有一個反射的POWER回來 那既然這個目標物也會有一個反射的POWER回來 那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的話就彷彿就是說你在這個目標物 你又看到像是一個發射源一樣 它又有一個它的POWER Density 那它的POWER Density會多大呢 取決於就是說你原本傳送過來的這個電磁波 撞到這個目標物的截面積這個截面積有多大 因為你可以想像就是說你的截面積越大 你可以反射回去的POWER量也會越大 所以這邊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你彷彿把這個TARGET當成一個發射源 但是你要考慮到說它過來的這個電磁波的反射 反射的這個截面積的大小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截面積的概念引入了 這個東西叫做Reflective Power 就是你要反射我覺得POWER有多大 會是從這個POWER Density的方向上去鋪的 好那你反射回來之後呢 就變成說你的雷達的這個陣列天線呢 你就要接收到訊號了嘛 那你要接收到訊號 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說這個目標物跟這個陣列 它距離的距離是R 所以剛剛去有一個R 這個R就是它跟雷達跟目標物的距離 那回來又有一個R就是又回來回程 就是回程的這個目標物 那個電磁波反射回來的這個R 所以這邊就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說雷達跟一般的無線通訊 從Transmitter到Receiver 只考慮一段路不一樣 它是需要考慮來回 所以你會看到說它的Power 它的Receive Power跟這個 它的距離 距離四次方乘反比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所以在雷達的這個Equation裡面 你的這個距離 它是很Dominate你的Receive Power的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你在算SNR的東西 不外物就是你要Receive Power 那這個Receive Power 它會跟這個距離的四次方乘反比 所以距離只要變多一點點 你Receive Power就會下降蠻多的 那這個量體是可以量化的 就是這個R的四次方的這個反比關係 那你的訊號反射回來之後 就會考慮到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你這個接收面 你的接收陣列的這個整個接收面有多大 那所以上禮拜到最後 有講到這個所謂的Evacic Area 就是所謂的一般 如果是在傳統的雷達裡面 它會叫Aperture 就是像大家可能在第一堂課有看到說 像是那個碟形的 碟形的天線 它就整個碟形的面去接收這個電磁波 那只是說現在的天線就是 不是用這種碟面的 是用這種在空間中可以做取樣的 這種所謂的這個陣列天線 好那這陣列天線其實你陣列天線多大 也就是說你就彷彿你整個接收面就是多大 所以會有一個Aperture的概念 那這個東西呢我們就引入一個A 那這邊有一個A跟AEffect 它指的就是說你的實際的 你實際的這個陣列的大小是A 但是其實它等效上的這個 這個A Antenna Area 叫AEffect 那當然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差距呢 就是說你整個陣列天線收進來之後 它有很多這些包括天線 或者是這些電路上面的一些不理想效應 所以它會變成說你等效上你算的Effect 有效的這個接收陣列的這個面積大小 跟實際上你的陣列的大小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關係 A跟AEffect的關係 那這個這邊我們就不細講 因為這邊的細節可能要看 跟Antenna相關 這個天線工程相關的一些細節 那說真的其實這些細節我可能不是那麼理解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的是說 你的實際上的這個接收面 跟你的真正等效上的這個接收面 它是會有一個Effect的一個系數在這邊 那這個系數怎麼來的 你當然E的話就是跟你的Physical的這個 就是實際上的接收面一樣大 但是你等效上的接收面其實沒那麼大 那這邊的一些Effect loss 主要可能就是跟你的整個天線裡面 它的包括它的Switch 或者是說它的一些Transmission Line 或者一些Coupling的線上有關係 那這個就是一些不理想 天線的工程裡面的一些不理想性 那這個就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這邊有個關鍵 在推導上的關鍵就是說 你今天會借用這個式子 當然這個式子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假定的式子 就是說你今天要把 你知道你的這個接收回來的天線 正列面的等效面積是AEffect 那它可以換算成一個Received Antenna Gain 那它會透過這個式子去換算 所以你會看到從這個式子裡面 你會看到GR跟AEffect的關係 就是會跟這個4π跟Lump 就是這個波長的關係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式子裡面 我們想要用這個 一般來講我們會用等效去算 這個Received Antenna Gain的表示 所以你會看到說原本 你的這個reflective power回來之後 這個QR它其實會要乘上它整個接收面的 這個正列的這個面積 那這個式子 因為你把它帶進去之後 接下來你會把AEffect換成這個GR 就是你等效上 你接收 你正列天線要接收回來訊號的時候 它有一個等效上的一個爭議 那這個關係 我們現在用這個最簡單的這個GR的Lump 然後平方便是4πAEffect來表示 那當然這個如果是 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表示 你如果說當然在你的整個 你如果是天線公司 你在做一些模擬的時候 其實它通常都有一些 天線的模擬模擬的軟體 然後你要考慮整個 整個正列天線的一些 在比如說包括你的產品裡面的 一些機構的擺放的位置 或者說這整個機構殼裡面 有些金屬反射物 會讓你有一些不一樣的廠型的設計 其實通常這個是會用模擬模擬出來的 那我們這邊是在理論上面 是用一個簡單的理論的關係式 就是這個GR的Luna 比如說是4πAEffect來做表示 所以你有了這個式子之後 你就把你的Receive Power的 Equation把它推出來 你就得到這個第四式的右邊這邊 所以你在第四式這邊 你會看到說 如果我今天簡單的 要去估測一個Receive的Signal Power 它會跟你的傳送的Power有關係 跟你傳送出去的這個指向性的增益有關係 以及就是說你電磁波撞到目標 它的這個反射的解面機大小也有關係 那電磁波反彈回來的時候 跟你的整個陣列的大小也有關係 那你陣列的大小這邊 我們基本上習慣性 我們會用這個GR 就是你的Receive的這個Antenna Gain 來做表示 就是這個GR 那因為為了要用這個表示 你會發現說 浪塔平方也跑出來 就是這個浪塔平方 因為它其實是跟你的接收 陣列天線的這個接收面有關係 但是我們習慣性用這個 Receive的Antenna Gain來做表示 所以這個浪塔平方也帶出來了 那因為這邊有個4拍 然後你去跟回來的球體表面機 都有假設 所以你發現說 這邊是一個4拍的三次方 然後一樣最重要就是說去跟回來 所以就是有這個R的四次方 在存在這裡 所以我們會說 Receive的這個Signal Power 我們其實就去 我們有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就是去估了 你的Transmit Signal Power PT到這個PR之間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在 如果是在無線通訊 行動通訊領域裡面 通常會習慣把這個東西 叫做Link Budget 好 那在那個雷達裡面呢 會把這件事情叫做 Radar Range Equation 就是測距方程式 因為它主要就是 Dependent這個R的四次方 那這邊是這個Receive的 那個雷達的接收段的 Receive Sigma Power的一個 簡單的這樣子的估算的方式 你會考慮到傳送的Power 以及傳送出去跟回來的 這些天線的爭議 然後重點是一個不一樣 就是跟 就是比較需要注意就是這個 Sigma 就是它的這個RGS 那反射的結鏈機 以及就是說去跟回來是R四次方 這個是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們上禮拜就講到這個 Receive的Signal Power 那接下來我們就 因為為了要推導SNR 所以我們就開始來幫大家 補習一下就是說 Receiver端的這個Noise 你要怎麼樣去做一個 理論上的推估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你今天你的雷達是一個 電器系統 它基本上是一個高科技的電子 電器系統之類的 那你只要是有熱的東西 你就會所謂的熱雜訊 所以你的Receiver 你一定有一個它基本的 這個所謂的熱雜訊存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熱雜訊 熱雜訊這個相信大家如果 你有學過通訊能力 應該都對熱雜訊很熟悉 那包括就是說 再來像Random Process的課程 其實這些熱雜訊 一般來講 我們就都會知道說 它會被model成這個 高尋的Random Distribution 或者你說高尋的Random Process 然後它的高尋Random Process 一些特性 相信大家也是都蠻熟悉的 好那我們來簡單複習一下 就是說 你今天你在接收端的這個 接收端你所收到的訊號呢 它通常都是 它通常其實說 你在雷達的接收端 通常一收到訊號 你在沒有做任何處理的時候 其實它通常訊號的量級 都蠻小的 也就是你可以想像成 你收到訊號的那個 訊號的這個Voltage 它其實都是一個很微小的正譜 那它基本上 它就會跟這個 你雷達接收端的這個 Termal Noise去 互相的去看 去比較嘛 就是你的訊號很小 然後你Noise 也都一直存在 那你如果再沒經過那個處理 你所收到的目標物反射外的回波 它可能都隱藏在你的這個 那個Noise裡面 那其實所以雷達的 Receiver端的關鍵就是說 你要怎麼透過一些訊號處理 把這個小小的這個回波訊號 把它拉出來 好 那這個Termal Noise 這個熱雜訊 它其實就是它 你可以想像在數學上 你要怎麼Model 其實它就是它是一個數值 但是它的Amperitude跟它的Face 都是隨機的變動的 好 然後會有Amperitude跟Face這兩個詞 代表就是說 我們現在直接就是以這個 所謂的複數 複數域來做討論 那當然實際上在電路上 你會有十步跟虛步 就是它的i Channel Q Channel 十步跟虛步 那只是這邊我們在概念上講解 我們直接把它當成是一個 複數的這個Sample 所以你今天是一個複數的詞 基本上它就是你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 有Amperitude像跟Face像的這個數學表示 所以我們這邊講說 你的Amperitude跟Face 基本上它就是隨機的變動 那這種Termal Noise 又一樣就是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說它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它就是說如果你把它從頻埔上面來看的話 它在頻埔上它就是一個均勻的分布 也就是說它在它的這個 頻埔上的這個Power Spectrum Density 功率頻埔密度函數來看的話 它是在任何的頻點上都是Constant的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理想的假設 這是一個理想的假設 也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你有一個Power Spectrum Density F的話 我這邊直接假設它是Frequency的這個 應該說實際上它就是一個Continuous Frequency 好那你看 如果你是一個功率頻埔密度函數 這個是Power Spectrum Density 它就是在每一個頻點上面 它都是Constant 那這個是一個理想的這個 這個Demo Noise的Power 那其實你如果是高訊Random Variable 高訊Random Process 你如果有這個概念的話 你就知道說它在時間上面 它是一個高訊 每一個Sample都是高訊Random Variable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換成它的功率頻埔密度函數 它就是這個 在每一個頻點上它都是Constant 那一般來講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其實也會叫做是White Noise 白雜訊 好那這個東西相信大家都熟悉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代入這個 大家也有聽過 但是可能在工程上 還沒有那麼有感覺的這個式子 就是這個所謂的 下面這個第五式 好那代入第五式之前呢 我們先介紹一個參數 叫做這個Received Bandwidth 然後我們這邊用大寫B來表示 那這個B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再看這個回到右上角 我畫這個頻譜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其實實際上 我們是拿有限長度的Discrete Time Signal 去做Brelia Transform 所以其實它在這個Spatron上面 它其實是一個週期的出現 它是一個週期的出現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看到這個圖 如果我們今天我們再重畫一張好了 如果我們今天是看到這張圖的話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看 我想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PSD呢 我們今天是看這個在Frequency上面的取樣點 這個是小寫K 那這邊指的是K 這邊指的是K 它是Discrete Frequency的Index 那通常 當然這個你也可以把它 這個東西是在 這個是做DFD之後 你也可以 我們可以 我們概念上我們可以先從這個開始去想 OK 不好意思 我這邊寫太好 PSD 然後 Xmj mj 我沒改 好 好 那如果說你是這樣子去看的話 因為通常我們是把Discrete Time的這個 Discrete Time的 Final Length Discrete Time Signal 做Prelia Transform 那當然你如果要得到PSD 你就要先做這個Auto Correlation 然後再把它轉做Prelia 就得到所謂的Power Spatial Density 這個東西應該 我不知道大家還熟不熟悉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 你做完Auto Correlation之後 你再做Prelia Transform 你會得到所謂的Power Spatial Density 那我這邊直接是PSD 這個是Tau Xmj Omg 好 這個東西 那 這個東西 就是說 今天這個Power Spatial Density 是這樣來的 那你如果是複習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這個東西 一個Discrete Time Signal 做Creations Form 它得到的是這個 A A 我點DTFT DjOmg 然後你在做取樣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Xk 這個我們在Lecture 2有講過 這個先預設大家知道 然後這邊幫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說 我們Lecture 2講下面這個 就是Discrete Time Signal 怎麼做DTFT 然後其實做DFT 就是做到這個Xk這個東西 那你如果是要看Prelia Special Density 其實你要先對你的Discrete Time Signal 做Auto Correlation 然後做完Auto Correlation之後 你在做Prelia Transform 才會得到這個所謂的Prelia Special Density 那這個東西是在Random Process的課程裡面會教到的 這邊就不細講 就大家可以修中加德老師的課 其實我修了兩三次 因為我那時候資格考沒有過 結果我就被電信所說要再修一次 所以我不小心就修了兩次 那就是這個Random Process 好 好那 所以呢 這邊為什麼我要再介紹這個Receiver bandwidth 這邊講到這個東西呢 因為呢 因為你如果是看下面這個 因為其實我們實際上處理的是這個 Finalless的Discrete Time Signal 那所以呢 你今天在這個頻譜上面 其實它是有一個周期性的出現的 就大家應該要記得 就是說這個 會有一個周期性的出現 那這邊其實會對應到副Pi跟Pi 然後下一個Pi到二Pi之間 它就是跟這個副Pi到Pi是周期性的出現 那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是說 你今天有可能你的Receiver bandwidth 因為你在課本上面的推道裡面 它其實不一定會講到這個東西 但是其實你在實際應用上面 你知道你真正在工程問題上面 你拿到的是一個 Finalless的Discrete Time Signal 所以呢 你今天這個Receiver bandwidth 你可能是考慮到說 是這個取樣頻寬 它可能Fb就是會變成是這個 對應到這個 的取樣頻寬 B的Fs 你有可能你的這個Receiver bandwidth 你指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取樣頻寬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對Finalless的Discrete Signal 做Fullier Transport後 它在頻譜上面 它是周期性的出現 所以你可能在工程問題上 你實際上只有考慮這一段取樣頻寬 所以那就是B的Fs 好 然後有時候呢 因為你在你的這個 我們這種所謂的射頻 射頻系統裡面 就是你的無線電系統裡面 你有射頻電路嗎 那有時候射頻電路在設計上面的時候 它會去做一些Low Path Builder 那比如說呢 比如說你今天你在工程問題上面 你其實你實際上你的射頻電路裡面 包含了一個Low Path Builder 譬如說它對應到 複拍到拍針 它其實是這樣子 假設它有一個Low Path Builder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B可能就是等於這個是 你的B可能指的就是 是這個Low Path Builder的頻寬 Low Path Builder的頻寬 你有可能就是指的是這件事情 那原因是 不是代表 不是代表就是說 這個Low Path Builder以外的這個地方 它就沒有雜訊了 而是說你可以忽略這一段的計算 這段Noise的計算 因為你今天你只把 你只考慮你的訊號 它會用在的頻段上面 譬如說是綠色這一段 然後又或者是說 就是你有一個很 很強的Low Path Builder 比如說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你今天有一個很強的Low Path Builder 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只考慮中間這一段 因為 假設你今天整個取樣頻寬那麼大 但是其實你的訊號 它只會用在中間這一段 然後旁邊這邊 你有一個很強的這個壓抑 那這樣子 你或許為了方便起見 你也可以只考慮 你的Noise 你的這個Termonise 只需要考慮中間的這一段頻寬 就是這一段頻寬就好了 所以我這邊沒有把這個B寫實的原因 我把它叫Received Bandwidth的原因 是因為 你如果整體來看 其實你整個取樣之後 你所收到的訊號 你是包含 你至少要考慮的雜訊 是這個等效在對應到 復拍到拍之間的這個 等效的這個取樣頻寬的這個B 但是有時候 因為你的射頻電路上面 會有一些很強的Low Path Builder 是在乎說你只要取用 哪一段小屏 小屏帶裡面的訊號 所以其他這邊 它並不代表沒有雜訊 而是你可以把它假設成說 如果你先只看中間這一小段的 這個紅色的這個B而已 你可以假設說 其他的這個左右邊這兩段 它的這個Noise的量 已經被壓抑到很小 以至於你忽略 所以你在做雜訊的推估的時候 你的B只考慮中間這一小段 跟這個Low Path Builder的 Path Band大小一樣大而已 所以這邊我沒有把B寫實的原因在這裡 那這邊就跟大家提醒一下 所以我這邊有寫說 就是說你有可能會 depend on 你的filter的characteristic 就是比如說 就以下面這個例子為例 它可能就是說 根據你的這個很強的 Row Path Builder 它只假設就是說 你訊號只用中間這一小段而已 那你的估測可能就是 你的對Noise的初步 你可能就以這一段去估測 因為你假設其他地方小到 小到夠小 以至於你可以忽略 那這是一個可能的做法 那如果保守起見 因為你不考慮這種LPF的話 不考慮Row Path Builder的存在的話 你就考慮 至少你要考慮整個取樣的頻寬 因為整個取樣的頻寬 因為整個取樣的頻寬 就是對應到你的接收端 其實你每一個 每一個clock你會取一個取樣 那這個取樣間距離多少 就是跟你的取樣 就是會對應到這個所謂的取樣頻寬 好那所以這邊是一個B 先跟大家介紹這個B 好那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市值 理論上你可以怎麼去model 這個Sermal Noise的Power呢 就是這個第五式 不好意思這邊寫的已經比較亂了 那這邊有幾個參數 希望大家熟悉 那這幾個東西其實在 工程問題上面 其實你會 不管做什麼系統 通常 應該說大家只要是 通訊系統的一個東西 那然後你如果做有線網路呢 有線網路比如說你做Ethernet 它也是一個通訊系統 那你今天做手機 基地台到手機 手機端也有了達訊 那這個東西其實都會用不到 所以你在做一個 只要是你是 Complification System的Device 基本上都會需要有這個知識 就是說你先去看你的接收端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先對這個東西做一個 把你真的實際上你所接收端 所打開所量到的雜訊 跟你的這個理論上的這個市值 可以去做一個比對 那當然你如果會比對的上 那代表你的 你所設計的那個Receiver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符合理論嘛 應該就是越ok的 那我們來看看第五式裡面 裡面有什麼樣的市值 有什麼樣的這個東西要看 首先呢第一個這個小K 它指的是這個波茲曼常數 那波茲曼常數應該跟這個熱力學有關係 大家再去複習這個熱力學 那這個波茲曼常數呢 它就是這個1.380649 那大家要注意的是 這個常數這constancy 可能就是 說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來的 我只能先接受這些事情 那可能 真的要怎麼來的 我可能要去問熱力學的專家 那這個1.38 這個東西 乘時的複合三 那我們這邊在工程問題上 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 它的單位是什麼 它是瓦乘上秒 在除這個K 那K是指的是這個 絕對溫度的意思 那這個是波茲曼常數 那我們先來看中間這個T0 這個T0 這T0指的是這個標準溫度 那標準溫度 這個絕對溫度是273.15K 這個絕對溫度 那通常實際上電路都會有一個 它電路上實際在運作的溫度 那一般來講 就是其實我們在做 不管大家 大家如果之後有機會去測什麼 比如說你去IC3號 做一些測IC的事情 大概有一個typical value 就是說通常你會希望說你的IC 它是在-40度到85度之間 都是可以work 所以通常這個時候 那如果你要說一般 唯一我有理解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你有一個雷達放在戶外的話 我想它的溫度 它的電路板上的溫度 加上你考慮 比如說你可能在沙漠啊或哪裡 比如說你如果說常溫好了 假設我們的夏天可能三十幾度 那加上電路板的運作 然後假設 當然這個東西也跟你的散熱有關係啦 那所以你通常在運作的時候 你有可能你的電路板的溫度是落在50度到85度之間的 那當然你有可能運作的越久 它的這個溫度有可能越高 那溫度可能會在不同的這個RF電路上的不同的這些Circuit Component上 那尤其一個最敏感的就是這個Power Ember板PA 這個PA的溫度往往都是需要被Care的 因為像是現在大家可能有聽過這什麼淡化加什麼PA的 這個NPA啊什麼之類的 這些溫度都是需要Care的 因為像比如像我自己在做工程問題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需要顧遇到一個就是說 這個PA不要開太久 免得它燒壞 免得它燒壞 因為它會有一個功率放大嘛 所以它對溫度是一個比較敏感的 那當然其他的每一個電路 電子電路的元件 它都跟溫度其實是有關係的 所以像如果大家就如果像有時候有機會做IC Design的話 可能有時候你的工作會是說 需要去把IC做一個溫度循環的測試 比如說你今天你的這個溫度 從-40度到85度 你可能要做一些交叉來回循環的測試 看你是不是在這個溫度區間裡面 你的IC都可以正常的Work 那怎麼樣叫做正常的Work 可能就是比如說你傳資料 它是不是這個IC 你打進這些資料 然後輸出的資料這些都是對的 沒有一些異常 或者是說就是有一些 可能在電路板上或IC裡面都會買一些節點 去幫你把這些資料把它拉出來看有沒有正常 或者說在電路板上面會有一些sensor 幫助你去測試看看這個IC有沒有過熱 或者是哪個環境有沒有異常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機會在IC第三號工作 可能常常有機會你去確保你的IC 它是在這個-45度到85度之間 那所以電路上在石桌上都有一個溫度 那比如說你可以假設說今天常溫 比如說有些人會假設說我常溫是25度 那就是273.15加plus這個25度C 因為它是絕對溫度所以它可以這樣直接加 那又或者是說通常你會假設電路板上的溫度 可能蠻高的 比如說70度 那你在估算這個 thermal noise power的時候 你就要把273.15加70度成為這個T0 所以這邊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thermal noise的power 它會跟你的溫度上升有關係 會跟你的溫度上升有關係 你溫度越高你的noise的power就會越大 希望大家在這個工程上的set上面可以 從這堂課裡面可以培養出這個概念 就是說你知道溫度越高你的noise會越高 那你怎麼你這概念的根據從哪裡來的 就是從這個eccution 5來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就是說有些人會把這個 T0跟這個f相乘定義成一個系統的noise的溫度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因為我們要先講這個f 我們要先講這個f 那這個f叫做noise figure 那我想可能大家在這個通源課本 包括我以前自己在學通源的時候 其實這個事實其實question 5 我們看過很多事 但是其實沒什麼感覺 你就是知道說就是好像有個理論值 就是這幾項把它乘起來而已 那其實我真的到這個有感覺 其實是在我進到業界之後 我才對這個事實比較有感覺 因為我就發現說我不管做什麼系統 我receiver端我都要把它打開 我去看看我receiver要空收到 我如果今天都沒有傳送任何的訊號 然後我就算是通訊系統 那一般的行動通訊系統 或有線通訊系統 我全滅的端我都被打訊號 我receiver就在那邊空收 那我空收到什麼 我應該就只能空收到我自己的雜訊號 因為我很確保我沒有訊號進來 那如果是雷達也是一樣 就是我自己知道我的雷達沒有打訊號 假設我今天在一個很乾淨的環境 比如說一個trember trember room裡面 沒有任何的反射 我的receiver端就在那邊打開 那我就是在空收訊號 然後我空收訊號我就收到我自己的 我自己收到的 就是我自己收到的 我自己receiver端所產生的熱達訊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這個概念蠻重要 因為他會幫助你去驗證說你的receiver 到底健不健康 到底健不健康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在這邊有跟大家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大家都聽過的事情 但是這邊有多一點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個noise speaker 在我小時候呢 我其實也不太知道noise speaker是在幹嘛的 我就知道一個什麼叫noise speaker 就是noise的症狀嗎 什麼之類 所以我等一下會有兩個頁頭 跟大家解釋 那大家先接受說 有一個app 他叫做noise speaker 那基本上他沒有任何單位 但是他想要去描述這個noise noise在整個電子電路裡面 這個整個前端電路裡面 它的一個noise的狀態 我等一下會有兩個頁頭裡面 就能講這個 因為那個其實我這件事情 也是在最近這幾個月才把它淋清的 那就是有新增 就是上個學期沒有講到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在這邊 我們在這頁頭裡面先知道 有一個東西叫noise speaker 他大概不外乎就是說 他越大 他是一個相對關係 那他越大呢 他就會讓你的這個thermal noise 的power會越大 那這個東西叫noise speaker 那假設我們先接受了這個noise speaker 這個詞 有一個東西叫Sitter Noise 的temperature 他的定義就是說 把這個T0跟F相成 他把它叫做是整個系統的這個 達訊的這個溫度 這個是一個名詞 就是跟大家介紹而已 可是關鍵還是你要知道 有這個T0跟這個F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B B剛剛已經有介紹了 B有可能指的是你的receiver端 你只在乎要看的這個 pass band裡面的範圍 那他有可能是因為你receiver端的RF電路裡面 他有一個low pass builder 以至於讓你就是說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 只估這個pass band裡面的這個 頻寬當成你要考慮的雜訊量子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個做法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假設成就是 他是跟你的整個取樣頻寬有關係 因為其實你的實際系統上面 你現在都是數位系統 所以其實你就有一個數位的取樣 數位取樣就會對應到這個數位 數位頻寬的概念 因為你整個所謂的這個取樣頻寬 就是你這整個系統 雖然說你只用 你只要你主要用的訊號 只落在這個pass band low pass builder的這個對應的小平帶裡面 但是其實你是整個 你整個取樣對應到的頻寬就是那麼的大 所以你也可以考慮的是說 他是他整個取樣頻寬 那如果你是考慮low pass builder的頻寬 是因為你忽略了 你假定這些low pass pass band以外的地方夠小 你去忽略他的 是因為這樣 是因為你去忽略他 並不代表他就沒有雜訊 至少你今天要考慮你的工作頻段的雜訊 就是要考慮這整個 整個取樣頻寬裡面 整個取樣頻寬裡面 這個 你會考慮下面這個 blpf是因為你假定 有一個low pass builder 他把你的工作 工作的小平帶以外的 用得夠小 以至於你忽略他 你不去算他 是這樣來的 好 那這個是 thermal noise power 好 那我們現在要 花兩頁投影片來 好好講這個 那這個是這個學習 來增加的投影片 我覺得我發現這個東西 滿重要的 因為我也是把他 搞了一陣子 因為我們發現說 在實際上 我們在看在這個 攝影電路的時候 其實 我比如說像公司裡面 我認識的這個 系統工程師 他也會一天到晚 設計了一個新的電路板 他就 他們就是要去量 這個所謂的 noise figure 那對應到我們咧 我們如果要做這些 演算法的設計 其實不外乎 第一個環節就是 你要先把SNR 固準 那SNR要怎麼固準 結果回到這個式子 你noise的power 要怎麼固準 好 那noise power 裡面大家剛剛學到 有一個東西叫做 noise figure 好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noise figure的這個定義 把它擬清楚 那我們現在看一個定義 這個noise figure 他其實是可以指出一個就是說 他其實是要指出一個就是 SR的這個衰減的level SR的degradation的level 那這個SR的衰減level 是指什麼呢 是說 你今天在receiver端 你可能從 你的訊號從天線收進來之後 他會經過一連串的這個 攝影電路的電子電路元件 會經過一連串的攝影電路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訊號從 進到第一級的元件 到出來的 最後一級出來的元件 他的SNR總共衰減了多少 我們先看一下下一頁這個圖 大概他的概念會像這個圖一樣 你進來的訊號有一個signal input signal 我這邊用SI表示 那假定你今天 剛要開始考慮的noise 它有一個量級 就是我們用NI來表示 那它會經過好幾級的電路元件 比如說這邊 以這張圖為例就是三級 那我們都知道說 你如果把這三級電路元件 分開來看 每一個circuit component 每一個電路元件 它都會產生熱 所以它基本上 它都會有所謂的熱雜訊出來 所以你看它每過一級 電子電路元件 它就要加一個雜訊 每過一個就是加一個雜訊 每過一個就會有一個雜訊加進來 那我這邊沒有用加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邊其實這個圖是一個示意圖 它並不是指的 它其實這個noise應該是在這邊自己產生的 因為像是這邊自己產生的 這邊自己產生的 所以我這邊沒有用那個加的符號 因為我這邊指的並不是那個點算法的流程圖 這邊是一個概念圖而已 所以我這邊這個noise 我是用這個箭頭 我並沒有用加 因為我想要指的是說 它這邊每個電子電路元件 它都自己會產生熱 自己會產生熱 那這邊想要指 但是其實它在每一個 你如果每個電子電路元件 專門來自己來看的話 它其實都是有一個雜訊加上去的 那這邊是一個整個整體的概念圖 我就 我沒有在這邊畫一個加之類的 那好 你如果看到這些事情 那就變成說它出來的是 它的signal的output的power是這個so 那noise最後等效出來的noise是no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概念圖 然後回來看第六四的這個第一 所以noisefigure它就是要指的 就是說你今天你的訊號 經過一連串的電子電路元件之後 它的snr衰減了多少 所以我們今天這邊snr 我們用sini 代表是進到這一串電子電路元件裡面的 這個一開始input的signal power 跟input的noise 它一個基本的noise量 那出來之後是so跟no 好 那我們直接先看這個結果定義 那當然這個細節呢 我自己在準備那個時候 除了看課本以外 還有看wikipedia 應該都寫得蠻想 wikipedia裡面寫得已經蠻詳細的 那我這邊只是把它一些 重要的概念把它點出來 好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第六四的式子 你把它展開 si跟ni基本上我們先不動 那so跟no它其實會被展開成下面這個式子 其中呢這個si指的就是你的這個input的signal power 那這個gm呢 它指的是說 你今天每過到dm個電子電路元件 它會有一個power gain 它會有一個增益 這個電子電路元件會給你的訊號一個增益 那這個增益我們用g來表示 那m指的是它是dm個電子電路元件 那no指的是你的這個經過這一串之後呢 你的這個output的nose是多大 是變成多大 所以這個no呢 它會被這個式子所展開 這裡面你會看到說它有ni 那每個ni會跟這個gm的關係 這個我們先看一個感覺就好 因為重點是看下面那個式子可能比較直觀 那no就是這個紫色的一項 那這個展開其實是有這個所謂的這個freeze formula 這個東西你在wikipedia就找得到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叫做freeze formula的展開式 那你會看到這個紫色是 我們先主要看裡面有什麼 你會看到說這裡面呢 會跟你的input的noise有關係 以及每一集的這個component的增益有關係 以及就是說你每一集的這個電子電路元件 它都其實因為它本身自己會產生熱 所以它本身還有一個noise 就是用這個nm來表示 這邊是一個notation比較特別的頁面 因為我一般來講我用大n代表noise 我一般來講大家都會用 留在做什麼number of something的這件事情 那這邊比較特別 那最後這邊你看 它有一個每一集的m跟電子電路元件的noise 產生的noise有關係 以及這個它爭議有關係 那這個是最後一集的m 因為我們假設有m的 假設我們m的電子電路元件 會有一個cascade在一起串連在一起 那這個m就是最後一個 所以你從這個式子我們先看到什麼 你這個是 紫色這一項指的就是說 你經過這一串電子電路元件之後 它的noise的output power output noise power 所以你會看到說如果 你會看到說第六四 我們現在看第二個等號的右邊 你會看到說如果你今天有一個noise figure 有一個noise figure 那你今天呢 你會知道 假設你如果知道你的input noise 那通常input noise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這邊學到的 你可以可能就是假設 抱歉 其實就是kdb啦 你什麼都沒做 你什麼都沒做 理想上可能可以這樣做假設 那這個gm你會發現它是一個 你會發現說每一集的電子電路元件的這個串連呢 它的這個爭議也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從這邊會是g1g2 然後到gm就串連起來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今天你有input 你有noise input 假設是kdb 那你知道你做過 經過這些電子電路元件 每一個電子電路元件 增益是多少 就是在這裡 把它沉起來 這一項 然後呢 你又知道說你的noise figure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去反推看看說 你經過這串電子電路元件之後 你錄下來的這個雜訊 它算出來的power是no 那你就看它這幾個關係可不可以把它搭的上線 因為這幾個g呢 是跟你的電子電路元件 它的這個每一個電子電路元件 它都有它的規格 那它的這個爭議 它都會跟你講說 你今天買這顆電子電路元件 它的爭議在什麼頻段是多少多少之類 這個你是可以把它算出來的 那假設你的ni是kdb 那你就可以去算算看說 如果你有f的話 那你就要去量量看你的no 看是不是等於f乘上ni 再乘上這一連串的生意 那如果你有no 你又有下面這個 你就可以反推 那它的noise figure是多少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noise figure的事情 所以 你會看到說 就是你要怎麼知道noise figure 你可能會用幾個手法 你可能會先去量no 然後知道這些 然後g這幾個是規格上的定義 你買每個電子電路元件 什麼功率放下去啊 抱歉 我這邊如果講rezero的段的話 你可以講 比如說misser啊 或者說你接了一些lna 就是這些電子電路元件之類的 你會把它算起來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noise figure 這個式子 去做這個 去做這個估算 這個是noise figure定義 那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下面這一頁 然後剛剛有講到一個詞 就是這個freeze的formula freeze的formula 它指的就是說 它其實這個式子就是說 幫助你去知道說 如果在這樣子的數據展開下 你可以有這樣子的展開的關係 那我們看這個簡單的例子 它是三個電子電路元件 那每個電子電路元件 它都會產生它的rub 所以它會產生它的rub 它都代表著 就是會有一個雜訊加進來 代表會有一個雜訊加進來 那所以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以大m.3來講的話 你的noise figure是這個 這個定義式 然後我們把它帶入 我們把si跟ni先把它擺到這邊來 然後把這個so把它展開 根據剛剛上頁的這個 我們先姑且把它當成就是 這個展開式 我們把它定義的方式來看 我們就先接受它來看的話 好那你會發現說它其實它把它的output的noise power展開 會變成這樣子 你看說這邊有一個input的noise power 然後乘G1 G2 G3 這三級電子電路的爭議的爭議 然後N1會跟G2 G3有關係 因為N1在那邊加進來 G2 G3他們會作用 因為你這邊有noise進來 noise跟signal它會再一起進到這個下一級的這個電子電路元件 然後下一級電子電路元件它又自己會生熱 自己生熱又自己有雜訊 這樣一路這樣進來 所以看到N1跟N2N3有關係 那N2是從這邊才進來的 那這邊它會自然就會跟它下一級要工作的這個 爭議 電子電路元件的爭議有關係 那最後有一個N3 plus進來 這邊 然後si它會這個 你如果今天不看noise的話 你進來的signal它就會經過這三級的爭議 所以就是si乘上G1 G2 G3 那就變成7a這個式子 那7a這個式子 你就可以進一步把它變成是這個7b的式子 因為你會發現說 si跟si可以消掉 ni跟ni也可以消掉 那你整理一下就會變成7b這個式子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有noise figure的理解 我們也可以去看說 如果我們今天只看某一個 某一級的電子電路元件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它有三級的noise figure 那所以就是你會看到77的式子跑出來了 F1 F2 F3 它指的就是說 在哪一級電路元件裡面的這個noise figure 那所以就是 我們用這個 只有三級電子電路元件的 來跟大家講說這個noise figure的展開的計算 所以你會看到說 其實這些的展開 它其實就叫做freeze的formular 那這個東西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noise 所以 你今天看到這個noise 你關鍵是你要理解這個noise figure 那noise figure的定義 先讓大家知道 它指的就是說 你今天你的訊號 進到這一點點 穿電子電路元件裡面 它snr 衰減了多少 所以就是你會看到說 回到我們最一開始的定義 f 它就是上面是input的snr 分母項 就是output的snr 你會看到它衰減了多少 你會看到衰減多少 所以 這言下之一就是說 input可能會比較大 input會比較大 input會比較大 然後output的會比較小 所以 這上面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那所以這邊就有一個幾db 所以通常noise figure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說 3db的noise figure 它指的就是這樣子 就是會經過這電子電路元件 所以noise figure我們不希望它太大 如果它太大 它就會讓你整體的這個 電子電路元件 所貢獻的這個熱 它的這個熱雜訊的量子會越大 所以你會看到說 pn 它是跟這個noise figure成正比的 跟noise figure成正比的 那所以這邊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noise figure這個 就是說 我們在以前在讀課本的時候 可能都是讀過去而已 才就是知道有一個東西 它越大 代表你的noise power會越大 但是它為什麼會越大 會跟這個有關係 會跟這個電子電路元件的整個 cascade起來 它的整個 這個每個每一集 它的爭議跟它的雜訊有關係 就是說每一集電子電路元件 它會有它的爭議跟雜訊 因為它每個電子電路元件都會生熱 好那所以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 叫做lna 它叫做low noise amplify 那為什麼它叫lna呢 你可以看到說771的這個式子 你今天整體的這個noise figure 它最被Dominate是哪一項 就是這個f1這一項 因為你看到f2 f3這幾個 這幾集電路元件的noise figure 它其實都會跟這個 它那一個電子電路元件的這個爭議 當它的分母項 會去把它變小 所以你以這個f來看 它最有最直接 它會被誰最Dominate 因為這個g升級都是爭議 所以你它會被誰Dominate 就是f1 f1指的就是第一集的這個電子電路元件 它對noise figure的貢獻是最大的 所以通常在實作系統上面 我們在做這個設備電路版的時候 你天線進來的訊號 通常第一集都會擺上一個東西 叫做lna這個電子電路元件 這個lna這個詞 我們在nexture1的時候 有稍微跟大家提過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它叫low noise amplify 你可以看到說你看 你如果lna的noise figure比較小 它就會讓你整體的noise figure會比較小 因為這個整體的noise figure 最跟f1 f1會最Dominate這個整體的noise figure 那這個f1呢 我們再把它看到 回來看這個7b的這個式子 你看喔 如果你 所以你要做一個lna 它需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就是它的真意要大一點嘛 它這個分母項就會大 這一項就會變小嘛 然後呢 它的如果說 這個第一集的電子電路元件 它plus進來的這個 它升熱之後產生的noise 這個n1越小 然後g1越大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下就會越小 就這項就會越小 你的n1越小 然後g1越大 然後ni你控制不了嘛 因為它就是它進來的noise power input的noise power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它就變成說 是你的f1會越小 所以你的所謂的這個low noise amplify 這個lna 它就需要有這樣的特性 就真意大 然後它自己升熱之後 它產生的這個g 它產生的這個n1會越小 所以這一項就會越小 那你的f1就會越小 那你的f1就會越小 因為我們都知道f1 它會最影響 你整體nose speaker的計算 所以通常在射頻 你在接收的時候 天線收進來的訊號 通常第一集 常常第一集 就是會經過一個東西 叫做lna 為什麼它叫low noise amplify 它既要放大 但是它雜訊又要變小 就是這個g要變大 我只要寫一個e g1要大 n1要小 那這樣會讓f1小 f1小 就可以讓你整體的app 比較不會衝得那麼大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lna lna為什麼在通常是第一集的電子電路 有原因是在這裡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 noise figure這件事情 好 那剛剛我們把這個 receiver端的這個noise把它學起來 好 那現在我們就把 我們學到的pr pn receiver的signal power 跟receiver端的thermal noise power 我把它結合在一起 變成這個snr 終於要把它組成這個snr 這個snr 所以我們把剛剛學到的pr 就是它是 我們用藍色的 這些數學步號來表示 那pn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學到的 這個thermal noise的理論是 kt0fb 所以呢 第八是 我們就把一個最簡單的 lna range equation 所推出來的snr equation 把它帶出來了 那可以注意到的是說 這邊現在第八式 它是一個最簡單的 radar range equation 也就是你可以想像成它 這個最粗糙的一個 最簡單的snr的這個表示 在第八式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還沒有去進一步考慮到 如果你的接收段 有做了任何數位炫耀處理 所帶出的爭議 然後或者是你也沒有考慮到 其實你的從傳到收之間 會有一些大器的效應 你額外的大器效應 你沒有考慮到的 好 因為有些大器效應 它其實會跟你傳送距離 也會有關係 那以及一些系統上的 一些不完美性 也沒有在第八式的式子裡面 會反映出來 那包括呢 你傳送出去的訊號 它可能會撞到clutter 它反射回來訊號 在第八式你也沒有看到clutter的蹤影 那當然就是說 你雷達有可能會遭受到 dreaming signal的干擾 這個也在第八式看不到 那接下來我們就試著 就是把這幾項 你看不到的東西 我們用一些簡單的例子 把它帶入 以主意的帶入 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慢慢的把它 把這個radar range equation 把它formula的越來越完整 好 那我們就去向下看 第九次呢 第九次就是這個 radar range equation 我們就看到說 剛剛講說 爭議 有一些爭議跟這個loss 我們沒考慮到 好那我們就先給它兩個 一個g 一個l g指的就是說 你可能有一些整體的processing gain 一些處理以後的爭議 你沒有考慮到 那這些處理以後的爭議 代表什麼呢 就是像大家在上一個lecture 2 可能學到一個 你做完一些數位訊號處理 會有一些所謂的integration gain integration大家記得是什麼嗎 就是你把 多個這個取樣訊號的samples 把它combine在一起 但是這combine方法沒有一定 只是差別在於就是說 你要不要知道有face的資訊 做coherent的integration 或者是non-coherent的integration 這個大家知道 integration這個詞在雷達裡面 它指的就是說 它泛指的就是說 我combine多個訊號學樣點 但是怎麼combine 各有各的技巧 但是你大致可以分兩倍 就是有沒有考慮face下 那這個就是g 那l指的就是說一些setting loss 像大家記不記得在lecture 2 你學過一個東西 叫做stranded loss 你在第八四裡面看不出 我要怎麼把stranded loss帶進去 所以stranded loss大家都學到 也知道說 在數位的世界 stranded loss 是需要考慮存在的 但是為什麼第八四看不到 那你們以後怎麼把它帶入 那可能就是 我們開始從第九四出發 就是你要考慮這個g跟l 好 好 我先 我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先到這邊 大家前列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講這個g跟l 那因為我們今天可能預計是 最後一段時間在讓那個 讓同學做報告 所以等一下下一個小時 我還會先繼續講課 然後在 杜教已經來了 然後有要點名的 或有問題都可以跟杜教討論 那就先這樣子 我們大概 因為今天我不要晚上上課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 2點25會主持上課 好 那就先這樣休息一下 大家可以過來先到 嗨